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 不只让遏止全球暖化行动告费 也让美国离国际社会越来越远 国内外踏伐声浪不绝于耳 但华府官员全力护主 其中环境保护局长普鲁伊特就强调 退出巴黎协定 不代表美国不参与对抗气候暖化行动 说到底这份协定只会让美国经济处于劣势 也不会对环境有改善 美国没什么好道歉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态度也非常强硬 强调重启谈判根本不可能 他在会见联合国特使彭博后指出 巴黎气候协定不可逆转 各国择无旁贷 美国依然退出协定 全球抗暖化行动缺了一个要诀 在国内也引起极大抗议声浪 尤其对在2012年经历超强 预风桑迪过境的纽约人来说 更担心气候极端变化 将造成大苹果灾害不断最终沦陷 特朗普不安排里出牌 在他的领导下 美国不止一步一步远离 也摧毁这个曾经有美国建构的世界 退出气候协定这个重要的全球合作议题后 其他国家是否还愿意和美国 就其他议题合作也值得关注